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发现说去年劳动部公告的这个即将要上入的适用劳基法这个草案 居然史无前例 我必须说这真的是劳动部第一次 第一招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举动 就是将兼任教师去做了这个身份上面的切割适用 我们发现劳动部公布的这个草案里面 在今年8月1号只有所谓的畏惧本职的兼任教师能够适用劳基法 认为如果你在从事兼任教师之外还有其他份工作的老师 他们就一样可以像过去一样不用受到法律的保障 一样的让学校继续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 这个草案不过从去年9月公告 大概才一个月的时间 公告一个月的时间 公会我们就已经每天每天都接获来自非常多 来自各个学校来自各地的兼任教师 打电话来跟公会反映来跟公会澄清 说因为教育部跟劳动部现在的这个切割适用 等于是给大学校方开了一个后门 等于是在暗示大学校方 以后你们只要聘部独受保障的所谓具本职的兼任教师就好 而这一些教育部宣称要优先保障畏惧本职的兼任教师 反正学校就在适用之前把他们先解雇就可以了 我们是事实上在这个草案公告之前 也已经不断地提醒教育部 你一旦递出这样的切割适用 一定会造成所谓这一万三千名畏惧本职兼任教师 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大规模的失业场 在三个月前 我们就已经整理了 所有兼任教师来跟我们检举的这些学校 这些学校可能在他们的院务会议 可能在他们的系务会议 甚至可能是系主任 同事中心的主任 用口头告知民事暗示 说你们现在这些所谓即将要适用劳基法的畏惧本职的兼任老师 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你们自己去选择 第一 你就是去伪造文书 你想办法去外面的公司去弄一份假的在职证明 因为你弄到假的在职证明之后 我就不用让你适用劳基法 第二条路 如果你生不出假的在职证明 很简单 那就是从下学期开始 我就是不续聘或解聘 就准备等着走路 包括国立大学 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词汇医砖 包括中华医砖 包括实践大学 这些具体的资料 这些都是愿务会议 这些都是寄给老师的一些LINE的讯息 或者E-mail的讯息 这些具体学校居然在老师 畏惧本师老师要适用劳基法之前 就打算先解聘他们 或者请他们去伸出一份在职证明 这些学校的违法事实 三个月前我们就通通都交给教育部了 我非常遗憾看到说 教育部到目前为止 都一再的只是表示说 他们会再行联议 这个错误摆出的 这个草案政策 已经有可能导致 老师在过年结束之后的下学期 就要丢了工作 实际上我们也已经接获 有老师打来说 他确实下学期 已经被付 已经不被学校排课了 老师在过年之后就要丢了工作 结果劳动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草案 教育部这样错误的草案 从去年九月就推出来 我们已经告诉他说 现在这个政策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了 你应该要像过去所有劳动部 在指定所有身份要适用劳基法的时候 应该是一样 通通都要一体适用 这对教育部跟劳动部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不愿意做 我们实际上私下询问过劳动部非常多事了 因为照理讲指定适用劳基法 是劳动部的职责 所以我们去问劳动部说 到底为什么你史无前例 你破天荒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切割试用 导致问基本责老师可能会丢工作 这根本就是民法也不止的一个做法 劳动部居然很坦白的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对 他们也觉得应该是要一体适用 不应该切割试用 过去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次被迫要做这件事情 原因很简单 他们说这是教育部强力要求 劳动部的官员 很高阶的官员甚至私下亲口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所谓的切割试用这件事情 是我们的部长 潘文中部长拍板定案 亲自做的这个决定 为什么今天要来到这边 我们就是要亲口问潘文中部长 你有看到这些兼任教师 长年在大学校园里面的付出 却没有任何的劳动保障吗 你见过这些大学老师 你听过他们的心声吗 你凭什么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切割试用的草案 面对这些老师有可能 因为你们错误的切割政策 下学期就要丢了工作 你们到现在究竟还在演绎什么 我们今天很清楚的两个诉求 第一个我们要求现在这个切割试用的政策 其实就是在谋杀兼任教师 我们要求要立刻修正 我们要求应该要如同其他过去 在指定所有身份试用劳基法 一样的应该是要让兼任教师一体试用劳基法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时间非常紧迫了 已经寒假了 过完年之后 这些老师很可能马上就要面临 因为教育部的切割试用政策 导致要失去工作 我们要求教育部应该要针对 下学期就即将要失去工作的这些教师 应该要进行个案的介入跟救济 不过七年的时间 我交了一万位学生 将近一万位 兼任教师的付出 不会比专任教师少 兼任教师的心力 不会比专任教师少 兼任教师 他们对学生的那种关怀 不会比专任教师少 可是 兼任教师 为了生活 必须要隐忍 这些兼任教师的青森 教育部 劳动部 有听到吗 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我为什么要支持高教工会 理由很简单 因为 我的心情跟他们一样 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实在无法理解 这些老师 他们不求什么 其实只求一个安稳的工作 希望 能把自己的专业知识 能传授给每一位 大专院校的学生 如果一个政策 你是要善意的 请你真正拿出你的真善 不要做出你的伪善 否则这样的政策 只是一个扼杀 弱势 兼任教师的一个政策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争取 调高这个中年退 还有包括了 纳入劳建法 最后现在 希望可以纳入劳金法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两三年 没有出来争取之前 我们事实上 比7-11打工的 年轻朋友们更长 我们没有劳金法保障 我们多年会调新 因为我们的聘書 是一个学期一聘 所以他直接不发聘書 等于 形同实质解聘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他本来给你六学分的 现在只给你两学分 你为了让两学分一千多块 你自己要通勤 那你会觉得不干净 或者不值得 那你自己就会想要退掉 或者要求你改 授课的专长 可是你事实上 你又不符合 所以像诸如此类 有很多的那种 很细微的这种 别扭跟扭曲 非常非常多 我所任教的学校 这个单位 已经有45%的经任教师 下个学期不被续聘 那理由有很多 很常见的理由 其实就是 一个学期一聘 或者学校认为 他需要调整课程 或者他的政策方向 那这些方式 接任老师听起来都知道 那个只是一些表面化 合理化学校自己考量的理由 那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工作 纳入劳基法 它是最基本的保障而已 这不是额外的要求 可是接任老师一旦被解聘 他其实得不到一个合理合法的保障 连询问 真正被解聘的理由的管道 都不存在 我教书21年 我教过3万个学生 我演讲超过上百场 我的听众超过万余多人 我兢兢业业的做我每一天每一天认真的工作 教育的良心 请问我不值得劳基法的保障吗 本来我们很高兴 教育部跟劳动部 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那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步 变成赶走老师最残忍的一步 我要呼吁所有的接任教师 实习你的尊严 跨出你的复杂 为你自己该有的保障 做合理的呼声 老师们为什么不敢站出来 他们太多恐惧 恐惧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社会工作环境教育案会 对他们的残酷 不尊重 不友善 尊责磨 那 请各位媒体朋友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 宗旨这样的残酷 到底为什么不让大专监任教师 一体试用劳基法 为什么一定要切割试用 教育部的回答也非常的明白 他说就是帮学校做人事成本的考量 到底一个兼任教师 纳入劳基法之后 会对学校带来多大的人事成本 我们其实做过初步的估算 一个老师在纳入劳基法之后 一年只会让学校多增加 五千到六千左右这样的成本 这些兼任老师在大学都教十几二十年 教过那么多上千上万的学生数 帮学校带来了多少的学杂费 而他们不过要求的就是 適用劳动基准法 劳动基准法就是最基本 最低的劳动法定保障 一年不过就是为学校 增加了五千到六千这样的人事成本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教育部居然能够放任我们的大学校方 一个所谓在传递知识 所谓在孕育我们下一代人才的地方 因为一年五六千块的这样子的人事成本 就可以无故这些兼任教师 就是常年在学校的付出 说开除就开除 说解聘就解聘 我们完全不能接受 我是教育部人事处专门委员 那我今天是代表教育部 来回应各位的诉求 那我首先这边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在教育部的立场 大专、校院、聘任 不管是兼任教师或者是专任教师 都应该以学生的实际权为最主要的考量 那我们也了解 畏惧本职兼任教师 在整个教师的权益保障中 的确属于相对的弱势 因此我们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跟劳动部多次的讨论 我们认为是可以拿到 劳动基准法里面来做一个保障 但是具有本职的监政教师 那各位也了解 因为他们有本职的工作 已经有他本职工作的保障 包括退休、保险等等 在这些部分来讲 比如说基于这个部分是这样 因为这个教育部已经回答过非常多次 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愤怒 教育部作为教育主管机关 你居然大言不惨的 站在教育部外面的这个殿堂 对着媒体大众 诉说着这样子的谎言 跟诈骗的诈欺诉 没有所谓双重保障的问题 一份工作就是一份保障 我就请问你 今天这些老师 他在补习班有本职工作好了 他在大学同时也兼课 补习班的老板 会帮他付大学的退休金吗 会帮他付兼课这部分的退休金吗 我想问说教育部到底为什么不让建议教育是一级事用 如果你没有办法回答 我想的就是请回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还是晚了 我们希望能够等到市长或部长的答复 谢谢 部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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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你的声音 部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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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文宗 出來 一二三 一二三 風掌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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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風掌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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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住在大門口 大家就住在這邊來的 今天來到這邊 大家都是手無順便 你們有幹嘛來帶武器嗎 你們看起來像是要進去打架的嗎 你們好好的想要在這部歌曲 大家都是講道理的人 只要不講道理的人 你們想要好好的跟部長講道理 你們想要好好的跟部長講道理 你們想要好好的跟部長 不要發握的心聲 結果呢 你們會這麼白都進不去 今天為了這個議題 高雄國務協議 我們已經推動了兩年多 這兩年多 我們都非常和平的 力氣感 在傳遞我們的訴求 我們來到交易部 難道來頓度 我們各種的會議 我們都絕對會去參加 標搭的心聲 為了這個選擇 立法又會開幕 非常多次的選擇會 我們都不再很清楚的標搭的訴求跟心聲 今天對這位老師來 我們都只是為了要好好的見方部長 把大家在第一線 政府現場所遭遇到的問題 把現在教育部政府 確立切割私人的政策 所引發可能整整的樣財 我們要清楚的讓教育部長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這個切割政策 是我們的攀論中部長 發展病案 是我們的攀論中部長 一手決定了 所以我們今天都來做 政府的部長 你的政策是錯誤的 你的政策 能是一個大學結論教師 我們只是要接上部長一面 我們非常不理解 教育部作為教育制的機關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人 你確保答不 為什麼你們連大學老師都不用理解 部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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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分化 拒絕分化 一體適用 一體適用 拒絕分化 拒絕分化 一體適用 一體適用 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堅任教師 不能夠一體適用 為什麼最本質的堅任教師 就不能適用牢機房 好 這個部分我想 這個一個 就是說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對我們 這個危機本質的老師 我們是優先保障 那優先保障的話 保障 保障 這個事業很優先 我們就很平和的進去 進到裡面 安安靜靜的 等到部長出來 部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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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密這個沒有解釋 你又是幾千人 幾萬人這樣 你看 假面具就撕下來了嗎 主密你到底 沒有耐性的就進去了 然後就留警察來順著我們 然後他們又沒飯吃 有點擔當好不好 主密 我們要進去 主密 我們進去等部長 進去等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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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退 받고 既然教育部官員 既然部長跟事長 不願意職念 來承接這些 來自一個地 來自北中南的各地 各個學校 建論老師的心聲 那我們就把這個連說書 黏在教育部 我們希望我們的部長我們的次長開完會的時候 如果他還有在進出教育部的門口 我們希望他可以看到他今天是怎麼樣殘酷的在對待這些接任老師 他今天揚稱說他在開會 所以導致他完全無視於這些接任老師 我們要讓他親眼看到這些 因為現在的這個切割是由導致全國各大專院校的接任老師 甚至連工作都不保障 不用談什麼勞記法的保障 都是因為教育部錯誤的政策 我們要的訴求很簡單 立體適用 而且我們認為如果有任何的個案 因為現在的這個錯誤政策 可能下小期就要丟掉工作 教育部都應該要立刻的介入 要能夠確保接任教師不會因為 教育部基本的所有政策一個都不能少 拒絕分話 一體適用 拒絕分話 一體適用 一體適用 謝謝老師 加油 接結 user 接遊記